各位朋友,大家好。《樂報》我不講場,又和你們見面,我是余榮陽,身邊都有鄭仲暉。 先生,你好。 大家好。 今集跟大家講講,在粵語片,包括時裝、古裝、唱戲劇的三姑六婆。 大家都看到,三姑六婆在粵語片起過喜劇的作用,或者有時候悲劇又需要這些,喜劇是多的。 不要太多了,就由阿輝哥開始講。 《三姑六婆》似乎對於女性有一點點感覺上,她沒有具體的貶意。 你和那幫《三姑六婆》一起。 《三姑六婆》事實是有一點點不好,等於說那個衰老,也是有些貶意。 但是我們今天不是說《三姑六婆》的煲或者扁文化。 是說她飾演,而裡面的角色當然有些不好。 飾演那批的演員。 不論我們剛剛宇 Sir說的,就是歌唱片、粵劇片。 歌唱片和粵劇片有分別。 有不同的,有些是時裝的歌唱片也有。 古裝的歌唱片,而不是粵劇也有。 所以這種角色是有很多的。 其實還有一件事,我們來講講,其實國語片也有。 這次是集中講粵劇片。 粵劇片,我看過一齣電影,全部都是有一群很出名的, 有一個從來未做過主角的,不要講過了, 有一個朋友,那些出去好看的。 那誰呢?有陶三姑啊,陳皮妹啊。 陶三姑,笑起來上來,有一點點爆牙。 見藥見藥,見藥很大。 然後就是品醫、陳立品。 陳立品。 這些都是比較,一般來說,剛剛講的這三個角色, 都是大大聲。 都是逆正、逆邪、偏邪。 另外一些呢,就比如說,黎文啊。 這些不是三姑六婆,都可以演過。 都可以的。 黎文呢,少數有演過奸角。 一般是做磁場的。 是的。 所以這一群金草的女演員,是為了這些戲。 其實他們是通行的。 一會兒見她時裝戲出。 一會兒見她在飲者那套戲出。 是這樣的。 當時這個圈子其實是不大的。 那就數一下那些演員。 剛才你說了幾位。 那我就一路續下去。 譚蘭卿也是。 是吧。 是吧。 這群人當中是最有名的。 我又說,她飾演過角色。 剛才說的。 本日安也是。 做過扮專。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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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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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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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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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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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是吧。 其實他是屬於 但是他太年輕了 令到觀眾覺得看不進戲 不是那個人演得不進戲 是觀眾進不了這個戲來欣賞 欣賞這個人的角色 但是我們又說馬少英、淘三姑這一批人 其實很多人對於他們的背景 可能就不是說 覺得他們是一個很平凡 和一個不起眼的綠葉 但是其實我們又說淘三姑 其實淘三姑本身 很可愛的 她的call率很大 其實她是做過副導演的 當然副導演和長妓差不多 但是她實實在在在電影圈裡面 所涉獵的東西不少 所有這幾個突出做三姑六婆的人物 一般是身形不好看的 整個不倒翁 都年紀比較大 她的反應和三姑也是這樣身形的 你不會說看到老了都很身形的 沒有什麼是下平的 有有有有 黃萊 講回國語片 但是他是國語片 但都有做過語片 我看過的 所以這些角色 現在沒有人願意去演 好像講一些奸國 有人說演奸國 come low 一套戲 英俊主角 畢竟是多過石堅 劉克酸 周吉這些角色 演奸國一定那雙眼能夠懂得演戲 不是肯定要大眼 劉克酸是大眼 石堅不是大眼 但最重要是他的眼會演戲 蒙起的眼都是好像藐視人那樣 我們講回三姑六婆 這個主題 但是會不會又講一些藍的角色類似這些呢 可以另外一集的 三姑六婆之中 你又比較看誰覺得開心一些呢 可以進一步講了 我想我比較喜歡陳俊的 他做得很自然 他做得很自然 其實有一位就是羅蘭 我剛剛想說 我比較欣賞羅蘭伊 特別一些跟靈界有關的 他也是三姑 六婆當中 他紋偽那些都是三姑 都是三姑六婆 為什麼我喜歡阿蘋伊呢 阿蘋伊呢 當然他 他以前瘦的 他很年輕的時候已經是演這些角色 他不是得罪說 他從來沒漂亮過 我們可以證實 但是他的角色 羅蘭 年輕 漂亮 他是艷星 夏萍 羅蘭 都是漂亮的 他是由艷星轉做三姑六婆的 那阿蘋伊呢 我們不是說 因為他後期 做阿蘋伊的 多人認識他 你就欣賞他 不是 因為我覺得 其實演這些角色 他有一個人 小時候我不懂得分他兩位的 一個就是陳立品 一個就是陳皮妹 哦 陳皮妹是遲長一些 有一個叫大聲謊 陳立品是廟起的形 陳皮妹從來沒有廟起的作用 有一個叫大聲謊 有一個真的叫大聲謊 那這幾個人呢 尤其是他們比較 身形 外表比較像 那為什麼我說陳立品 我喜歡看他呢 其實他是一個很自然的演員 其實他做得很流露他自己 那你說他是不是扮出來 或者真人不理 比較沒有誇張 有些是很誇張 我當他本人也是差不多的了 所以一個角色能夠令人的印象深 不論他演哪一個 那你說就說就說就帶出到 令到我們觀眾都知道多些了 有些就演是欺人的 有些欺人得來好像馬少英那樣 就是整天都好像很不服氣那樣的 包租婆呀 仕頭婆呀 這些角色 整天發火的 馬少英 但不是每個人都發火嘛 陳皮妹就不是啦 還有呢 還有呢 還有一位呢 雖然他就未必一定是演反派 但是他都很出名的 他跟黎文有得揮的 是嗎 這位是黎卓卓 我還說一位 我不說就不完整的 他在李厚主也有份演出的 李清 李月清 李月清 李月清就好像李晨峰的太太 好像 我不記得 阿媽 阿媽 李晨峰 是不是阿媽 李晨峰 阿媽好像是 就是她是一個導演 她本身她丈夫都是導演 我記得再跟大家補充一下 李月清一般都是演正派的 一般正派 是 她最出色的就是演 她是拍攝老婆 比較苦一點的 比較苦一點 有三個老婆是欺負人的 剛才說她跟黎文被人欺負的 黎文 黎卓卓 被人欺負的 所以這類的一班的 金草演員的缺失在現在的銀幕 是大家欺負不了 就是更加貼地 有些東西一時醒不起來 你剛才說李月清 可能真的是李晨峰的太太 兒子叫李銘雄 李少鴻 兒子曾經拍電視片 又有拍電影 這樣就完整了 就是我們這集說的話 這樣證明我跟輝哥就沒有確定了 也沒有故意去考究 我們只是說出我們多年來的記憶中 好 多謝大家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